那么第二个 相信自己善根 相信自己有真心有本心 这是大乘法里最重要的 性根 无根无裂里头 性根性烈 从根产生力 它就起作用 下面心结善根 心结善根做主公的执行活性 相信自己有善根 外面有神心 他们是已经征服 我们现在在后头追 那种机灵 自己的灵心 做主公的执行活性 灵心没有神秘 灵心就是信德 是自信的启用 宇宙怎么来的 是自信启用 启用是自然的 没有原因的 那在我们的世界里头 我们不是第一 是第二意 第二意呢 众生有感 自信有因 佛是完全回归自信 自信就是佛 佛就是自信 佛没有形象 不是物质 也不是念头 也不是自然现象 它没有 统统没有 它无事不在 无处不在 我们六根远不到 像光 像电波 我们有感 它就有印 怎么个印法 完全随顺 感 就是恒顺众生 随喜功德 众生想 见什么象 见佛象 就献佛象 想见菩萨象 献菩萨象 想天人的象 就献天人象 自信没有其心动力 没有分别之处 全是从众生感而印 感应到骄傲不过死 那我们相信自己有善根 用自己的善根 做出功德 做成功德 回向给 众生 回向给 菩提 回向给 自信 这与信的 完全相应 如果回向自己 我见未亡 还有我 我见是所有烦恼的根 同样的呢 它也是 所有一切善根的根 看你走哪个方向 随身的我 就变成自私自利 要随身众生 那就是菩萨道 随身信德 这是无上的佛道 方向呢 我们能保住 在我们今天 现前的环境 我们把它回向西方 基老师 回向阿弥陀佛 这个好啊 换一句话说 我们确实是有这个必要 换一个环境来学习 在法界 虚空界里面 最好的老师 最好的老师 无过于阿弥陀佛 为什么 祝佛赞叹 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我们要拜老师 要找个好老师 佛中之王 释迦牟尼佛赞叹 一切祝佛赞叹 肯定错不了 所以一心一意 向往基罗世界 到这个地方 肯定拯救 世尊 在这部经上 讲得非常清楚 讲得非常明白